叶问 大师 你太牛了大师 你太重视了 我会回来的 是不是 那个人又乱气管了 永春 叶问 你怎么竟然这么厉害 你为我 搓了火炉盘成功 火炉盘秋空 关注秋空 二十八年 值得信赖的朋友 秋空男人不只是一面 非常非常棒 那个朋友们 我们成功了 这样 我拿这条片 就给刘老海交片 片头绝对不是问题 真的吗 等着我胜利的效益吧 老远 呀 动手 怎么样怎么样 老板怎么说 怎么样 天愁什么时候解 刘老板和他的太太离婚了 啥意思啊 得重拍啊 不用了 刘老板的秋裤上被查封了 为什么呀 因为刘老板的秋裤里参加了速化剂 消费完的人呢 穿完之后腿上都得冻疮了 还有一个去北极旅游的时候穿着刘老板的秋裤 结果回来接 不是我不关心这个 我们片酬什么时候解 其实刘老板就是挺讲究的这人 对吧 他呢 偷摸给我们留了一箱秋裤 回家穿 谁穿呢 你是让我俩得冻疮还是结指甲 那个冬天咱就别穿了 夏天咱们可以穿着当丝腕 对不对 你穿吧 为什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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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病 为什么 你拿什么呢 车展邀请函 这是本城今年最大一次规模的车展 邀请函 他们邀请你去参加车展啊 不是 是邀请柳护士 作为车门去参加车展 但主要功劳在我啊 是我帮柳护士报的名 那你经过人柳护士同意了吗 人家万一不愿意呢 这是今年本城最大规模的车展 万人瞩目 谁会放弃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美丽的机会 哎呀 现在车展的车门啊 穿的一个比一个暴露 还有那些记者 还有那观众啊 拿手机和像你爬爬爬的 完了 这个我没想到 那怎么办呀 报名费我都交了